国际焦点以色列军方宣称空袭了250个哈马斯目标 炸死了多名高阶的哈马斯官员 其中也包括10月7号发动突袭以色列行动 其中重要策划者之一的哈马斯情报局副局长 不过现在以色列更把战车开进了北加萨 为地面站来做准备 传出以色列现在还要动用神经毒气来进攻哈马斯的地道 妈妈着急追赶抬着受伤儿子的单下跑 急促刺耳的鸣笛声现场伤的伤逃的逃 小女孩被吓到暴哭紧抓着芭比娃娃逃难 这一家小姐妹们不了解她们的家为什么会被炸毁 小朋友同言同语的许愿让人听了格外心酸 她们每天看到的都是被炸垮的断源 惨毙 加萨南部大城甘尤尼斯连日来沦为以色列轰炸目标 加萨平民怒吼要为以色列说好的安全区呢 离开北部的家园百万人往南躲空袭 没有想到炮弹如影随形 而加萨北部更已被轰成蜂窝 从以色列南端看过来烟雾弥漫到看不清有没有建筑物 少女家破人亡在医院情绪溃提 哈马斯指控以色列连日空袭 酿成至少七千人死亡还包含人质 不过以色列对统计数字存疑 连带的力挺以色列的美国也说不相信 记者提问质疑还差一点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吵了起来 以色列宣称对加萨北部进行的都是精准打击 而在当地26号首次派出坦克和步兵的行动 是要歼灭哈马斯高层 只是下一步该怎么走 以色列防长再次喊出一定会战 只是现在又有独立媒体中东之眼报道 以色列和美军可能展开突袭 动用神经毒气灌进地道内救人 根据获释的老奶奶说法证实 人质可能遍布地道之中 这也是最危险的 若真的要动用毒气 如何只瞄准哈马斯不伤及人质 恐怕又是高难度任务 报道中还指出 连美国最精锐神秘的三角洲部队都秘密抵达以色列 只是到底何时会进攻 现在压力都在以色列这一边 以色列军方说要等时机成熟 但是对人质家属来说 再等就更没希望 以色列每天都有游行 施压政府快点行动 一晃眼人质已被辱走三个礼拜 以色列军方掌握到的人质数还在上休周 民众怒火是越烧越旺 上街发声但是偏偏 又遇上空袭警报大响 全部人赶快找掩护 像是这样的轮回都快变成了日常 人质家属甚至组了自救会 到马德里开记者会 要世界各国全力声援 人质一天没获释 以色列军方和政府的压力 就越来越逼近临界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哈马斯宣称有50名人质 因为以色列的空袭而死亡 还同骂西方支持以色列 就是给出杀人许可 由于以色列持续封锁 不让燃料进入加萨 导致现在加萨民众 得在加油站前排队等 6个小时来抢游 而现在医疗资源也濒临崩溃 不过以色列却说 明明都有燃料 就是哈马斯不给平民雷使用 作战计划刚讲完 接着一阵枪临待遇 10月7号哈马斯进攻当天 以军第一人称枪战画面最新曝光 将近三星期后 哈马斯高层官员有英文受访 解释他们的目的 号召阿拉伯世界 包括真主党一起用军事和政治力量 对抗以色列压迫 还强调哈马斯绝不承认 以色列这个国家 对于西方领袖轮流访 想问以色列就为哈马斯高层并不意外 因此哈马斯的外交盟友 找上西方联盟的对立面 哈马斯派人去俄罗斯 见了谁 谈了什么 通通保密 以色列和美国 马上跳出来反对 哈马斯积极出国游说 因为加萨走廊 现在长这个样子 不止被炸得坑坑巴巴 以色列封锁燃料进入 加油站大排长龙 而没燃料不光是车子动不了 医院仰赖发电机 没有等于煤电 原本能救活的伤患 只能等死 却有惨况 不止加萨人自己讲 美国呼吁开放燃料援助 以色列态度强硬 特地拍片回应 眼下之意 请医院找哈马斯拿油 别跟以色列讨 不开放就是不开放 而以色列对加萨轰炸 也没停手 都罗西总统再一次痛批 西方国家事共犯 身为西方阵营的欧盟 其实很尴尬 周四领袖峰会 成员国对以巴冲突立场 自己就瞧不拢 要停以色列到什么程度 支不支持以军地面进攻 意见分歧 同时在欧盟总部外 不止比利时 西班牙上千学生 罢客响应 挥舞巴勒斯坦旗 在美国还有群众 跑到华尔街抗议 深圆加萨的示威活动 遍地开花 日本的TBS电视台 驻中东记者 两年多前 获准进入到了 伊斯兰圣战组织的 训练场里拍摄 直接里面的训练设施 不仅有像迷宫的隧道 镜头下也记录了 军事的实弹训练中 以以色列当作目标的模样 士兵甚至还习惯战斗 对于摆拍没有戒心 他们也被抛下了 被抛下的当地平民 才是最无辜被战火所迫及的 下车前日本TBS中东记者 交出所有能发射讯号的设备 他们要去地表上 最危险 最神秘的地方 来接他们的是 激进团体伊斯兰圣战组织 再三交代绝对不能拍到脸 他们还换成对方安排的 白色乡型车前往一片未知 这是两年前日本记者 罕见获准进入加萨 圣战组织带着他们到加萨城外车程 十五分钟的秘密地点 记者也没有把握到底安不安全 因为这里可是圣战组织 特训打巷战的练兵场 处处都是弹孔 分不清楚到底是实弹射击 还是真实交火的痕迹 戴杀声的口令不断传来 令人精神紧绷 在实弹射击场上 还把以色列的坦克图样 当作标靶 当作假想敌 以色列区方更是派无人机来监控 因为这里有极度敏感的设施 眼前就是号称 加萨地下铁的地道入口 记者还在犹豫到底该不该靠近 突然有蒙面持枪的民兵走过来 原来是要带记者进入地道 地道内光线非常微弱 伸手不见无知 记者身高大概170公分 还得弯着腰勉强前进 靠近一看地道的水泥结构 非常地扎实 天井也有很坏的硬杆 天井也有很坏的硬杆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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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好不容易猜爬出地道 欢迎来 谢谢 圣战组织成员见讲英文又有礼貌 实在颠覆印象 还接受记者的提问 侃侃而谈 他还严正澄清 民宅附近根本就没有地道 当然这只是民兵的片面说法 无从查证 日本记者更是注意到 这些持枪的民兵 不仅不怕被拍 还刻意摆拍 相较之下 不必刻意就自然流露的 是已经成为日常习惯的 肃杀气息 不过看回台湾 我们国军的战力 是不是与时俱进 三军部队的年度战术总验收 就是很重要的评比标准 围棋一周的陆军长青操演 在中部地区举行了 时兵对抗 透过现地演练 看看部队的实战能力 也看看指挥官的战术 运用跟调度 动物动动 时间一到 陆军雄狮部队 大军扶晓出阵 围棋一周的长青十七号操演 随着两六九旅的战甲车 已经各行制人车辆 大部队机动正式展开 这也是时隔六年 再次举行的旅籍对抗 队列看不见镜头 火力担当 永虎战车和CM3334 云豹甲车沿线到回军南下 突然状况下达 裁判官现场抽测 车辆行驶中 如果温度偏高 该如何处置 车组员眼下第一药物 是尽速完成车况检查 让战车能重新发动 这也代表操演 是现在进行式 后勤保障行不行 实际拉出来你才知道 你才找得出 你存在些什么问题 那曾经操演在磨练 就是这个部队 他的野战用兵 那看起来好像在磨练部队长 他的用兵思维 还有他的战术作为 那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说 他事实上是一个全方位 对于野战部队 他的一个总验收 继续前进集结地 待命竭令出击 假想对手是陆战队九九旅 两支部队一北一南向对方奔袭 对抗地点设定在装台湾 双方武装比较 两六九旅是机械化步兵 搭配甲车执行装部战斗 陆战队虽然没出动AAV拐 不过战车和火炮火力略占优势 包括瑞治专案 陆军最新的执管系统 到底管不管用 在此也一并接受验证 长途跋涉之后 其中一场遭遇战 在云林台西相间展开 无人机升空征搜 协助指挥所掌握前线敌情 以便下达决心处置 是我右前方时空时处 时行警戒 后方两公顶处为台西北警戒 亦为引指挥所 机部牌官兵以命令行动 长目标区前推开始下车战斗 不过众所期待大场面 陆军陆战正面对决 并没有出现 事实上这场操演 更像是真人版兵棋 用意是验收指挥和战术 他的训练的相关的准则 分别虽然是取材于 美军为主 但是即使是双方的 这个可能指挥官 都可能都在战院受训 或者说是子参学院受训 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 这个用兵的理念 是不完全一样 如果进行这种跨军种之间的 对抗军种之间的对抗演习 对彼此的话 可以检验方方的这个 不管是准则或者是任兵概念 我们讲说攻击防御 遭遇追击还有转进 甚至于情报运用 由十军团担任演习统裁 攻守角色不是绝对值 而是依照当下战况来判定 进入追逐攻防战 如同空军天龙操演 和海军海墙操演 长青操演 属于年度战术总验收 从十级对抗演变而来 为了求胜还曾出现 非典型做法 不过同一年发生重大事故 此后大多改为指挥所演练 近几年角色缩小 原因除了疫情 还有成效被质疑 特别是联合作战 是当前主流 一般我们汉光演习 或是说平常的战备月 战备周 我们的作战计划演练 第一个它是在我们 所赋予的作战递进列 但是这种对抗操演 它脱离它原本的博宝体系 所以这些所有的之中 都必须要带得走 它是能够充分考验 这部队的全方面的战力 不论反登陆或是反特攻 防卫作战要成功 部队得先备变执行力 要掌握到哪一条路可以过 哪一条路能通行 哪一条路能承载多少 哪个地方有改变的 尽可能其实是都要把这些资料 掌握更新到最新 这样子才对部队未来拉出来 机动或者作战 其实是有最大的帮助 操演重点不在于输赢 而是官兵本职学能 能否确实内化 就算大敌当前 林郑也能不乱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